詞曲 李宗盛 和電單車上都印有FEG這個標記 警隊護送組顧名思義 就是朱英寨護送任務的一個特別隊伍 他們是直屬行動署署長 由五個陸上總區的交通部 大約52名人員組成 主管是西九龍交通部 執行及管制組的警司 而西九龍就會處理 所有護送行動的策劃工作 每次行動都會視乎需要 而作出人手的安排 吳Sir 當初警隊護送組是何時成立 其實警隊護送組1976年就已經成立 職責以電單車護送當時的港督外出 隨後英國黃西人員 或其他各地的政要訪港的時候 警隊也會派出護送組去執行護送的工作 以既快且安全的路線 將他們送到目的地 除此之外 我知道警察護送隊還有其他任務 沒錯 我們除了護送一些政要之外 我們還會參與其他護送工作 例如押解犯了嚴重罪行人士 護送一些不幸殉職的公職人員 或是各部 例如大熊媽或佛雅 而即將到港傳帶的北京奧運勝火 我們也是護送隊伍之一 警隊護送組將會在奧運火具 去到港傳送和離港擔當著護送的角色 他們主要的職責是以指定的奧運禮儀 用安全和準時為大前提 將火具運送到指定的目的地 而今次的隊形是以北京奧組委 指定的信封式作為護送 希望在護送的同時 亦都方便到沿途的市民 今次最特別的是引入了電能發動的電單車 由我們警隊護送組的人員駕駛 載著設計隊沿途拍下歷史性的一刻 護送組在今次的任務裏 一共有65個隊員參與 他們為了今次的任務 已經進行了多次密集式的訓練 吳Sir 我知道警隊護送組 和很多其他警隊部門 就像談判組又或者搜索隊 他們都是屬於一個次要的職務 沒錯 正如Andy 剛開始介紹過 警隊護送組的成員 是來自五個交通總區的成員 當他們沒有護送工作的時候 是需要回到總區 做他們日常的交通工作 而當我們接到護送任務的時候 他們就會馬上進行這些特別的職務 這些職務就會成為首要的警務工作 在護送的過程中 所有的隊員包括組成、隊營、開路 以及面後的隊員都必須要緊密聯繫 不時留意四周環境 或者隨時出現的突發事件 對於護送組人員的精神和體力 是一排的挑戰 對了 俊男 你加入這個警隊護送組 必須要是交通部的成員才行 是啊 當初為何你會有興趣參加這個警隊護送組 其實駕駛電單車是我本身的興趣 另外如果可以代表到警隊 護送各國的元首 這一份是我光榮 所以最後我也是投考了警隊護送組 在這段期間 有沒有一些深刻的行動你曾經做過呢 有啊 我記得有一次 香港舉行了國際性的部長級會議 我們的職責就是要 將這些部長帶到會場開會 期間我們遇到一些激烈的示威者 他們就堵塞了我們的主要路線 我們運用了我們的專業知識 以及一些隊員的合拍性 最後可以將一些他們的部長 帶到他們要去開會的地方 這一幕的情境我是最深刻的 由於路面的情況順色慢變 而護送組的工作 又不可以有私後的差錯 所以在挑選隊員的時候 必須要求他們有精湛的駕駛技術 因為駕駛的時候 要保持車隊的隊型 是一件很高難度的事 除此之外 在過程之中 每完成一個截車風路行動之後 必須要趕到下一個路口進行列車 為了避免對市民帶來不變 他們除了要懂得掌握時間之外 還要俗識全港的行車路線 現在大家所見到的 就是經輪選之後 新的護送組成員 現在由他們的部門主管 向他們講解護送組的職責 以及最主要工作 而他們必須要接受五天的 不同種類的課程訓練 訓練是以個人技術為主 包括有統陣訓練 這個訓練的目的是 為了隊員的平衡力 控制油門 離合器 以及煞車系統的運用 這個相對就是 這個桶會距離遠一點 這個技巧也是 就是要靠油門 以及被控制 當你過了桶之後 在拉直條線之後 然後又加速 加速之後 然後又收油 收油再過桶 而且一直這樣玩下去 還有就是轉向操控的訓練 這個訓練是講求電單車 把手的運用和靈活性 當你一進入的時候 技術和油門 你覺得是定了之後 接著你就保持住了 保持住之後 這個就是保持速度 怎樣令到圈更細 就是靠你零頭 當你的頭越零得後 你的圈就會越細 在零頭之外 你的油門和技術仍然要保持住 就不要被分身 因為如果你動了一點 就會走 你一收油 車就會跌下去 一給大油 車就會過勾出去 而其他的訓練 亦都包括 扎路掉頭 前方障礙物起步 定點U-turn 以及高速修制轉向等等 每一個訓練 都要令到隊員 可以應快時快 應慢時慢 做到人車合一 行動一致 對阿強 其實你之前走哪個交通部門 我本身駐守新界北交通部 為什麼你會這麼有興趣參加警隊護送組 我在工作的時候 看到警隊護送組的同事 工作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做的事很特別 也很有挑戰性 所以我希望可以加入 你在這個課程中學到什麼呢 在課程中 除了提升自己的駕駛技術之外 也學到很多護送的特別技巧 而這些技巧 是我在總區本身沒有接觸過的 由於每一次護送的隊長都不同 所以他們會用國際標準 去離定車隊的隊形 就好像當有貴賓離港的時候 他們會用電單車 排成一個箭頭的隊形 前後包圍著貴賓的車隊 就是因為這樣 隊員都要非常熟悉 有關隊形和特色 做到互相配合 這樣就可以令到任務得以順利完成 介紹警隊護送組 當然要介紹一下他的拍檔 他的拍檔是誰呢 就是陪他們每次完成任務的電單車 對了 五Sir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這款電單車 這款電單車有80分馬力 在護送期間 是給足夠的支援 我們去完成我們的工作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配備這款巡航警車 在護送期間 是作為一輛指揮車 有需要時候 上面的人員 給予一些應變指令我們 香港是一個國際的大都會 中國南方的大門 在每年都會有 來自世界各地的國家元首 又或者是領導訪港 而警隊護送組 當中也擔當著一個 最前線的接待角色 他們可以說是代表著特區政府 甚至乎是中國政府 對有關人士的重視 所以他們的工作真的不容有失 去一下 擔當 照片 你 用